第二十五题只能用相同的灯泡集电池做电学实验装置如下图 他分别将甲乙丙丁四格磁针放在导线上方 请问通电时下列何者正确 地磁影响忽略不计 这也要用到所谓的电流磁效应 要拿出安培右手定则 我们在甲这里比一个安培右手定则 我们就发现放在上方的卡磁针 它的磁场方向是朝东 所以磁针应该往东偏转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那么乙的呢 基本上的样子是跟甲一样 但是它的电池的摆的方向相反 也是电流方向相反 所以呢在乙这边 它应该是要朝西方偏转 也就是逆磁中方向偏转 所以选项B呢也是错的 这个丙呢虽然有两个电池 可是这两个电池是并联 所以它产生的电压呢是跟甲一样 也就是他们的电流呢也是一样大 所以他们的磁场强度应该是一样 所以丙不是最大的 应该是乙最大 因为乙有两个电池 它有两个电压 所以它的电压比较大 电流比较大 所以它的磁场偏转角度会比较大 所以呢我们的选项C呢也是错的 那么选项株呢是对的 因为呢它这里有两个灯泡 所以它的电阻比较大 因为电阻比较大 所以电流比较小 因为电流比较小 所以磁场比较小 因此它的偏转角度会比较小 所以选项株呢是对的 所以第25题问 请问通电时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 丁池针的偏转角度最小 干va 治癫 脂皮 电用